三妹說亮話在週二了又和大家見面了 歡迎大家來打卡上課 請到大家最愛的亮哥 牙亮亮頭亮亮的亮哥 什麼牙亮亮 三妹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三妹說亮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小鈴鐺 還有牙齒要保持亮亮 對還有要每天梳頭50下具體怎麼操作 請看明天的這個亮妹悄悄話 好養生話題聊到這裡 直接進入今天的一個主題發生了大事兒 美軍自焚了 直接是在以色列駐華盛頓特區大使館的前面 高喊自由巴勒斯坦之後 把這個聲自己給點燃了 現在美國空軍證實這個男子呢 是他們的現役飛行員 網上一些消息也冒出頭了 說查出他是美軍空軍情報部門的人 事發的時候大家看左邊這張圖 人都已經燒成那個樣子了 但是旁邊的警衛什麼拿著槍對著他喊 Get on the ground讓他趴在地上 但是旁邊的這個黑人的警衛呢 是立刻拿了滅火器來幫他滅火 目前呢他已經是這名男子是已經這個身亡了 我想請教一下亮哥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妙 是一個非常重磅的迴旋標 因為我們老師如果是反華媒體 一說中共怎麼怎麼樣 會用自焚這個事情來抹黑中國 一向是他們的一個宣傳利器 就目前已知的消息想請亮哥幫我們做一下分析 還有就是亮哥長期在交比較政治 那麼您覺得對美國新聞的這種敘事的 長時間的了解來說 這件事情會以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結束 這個自焚在西方人的自殺真的很罕見 這個以前這個越戰的時候 佛教徒有用自焚來表達抗議 那真的很罕見 這個大部分在廣泛的東方社會比較有 穆斯林也有啦 那主要是因為他站到 以色列駐華盛領大使館 而且講了一些話啦 他說不再當種族滅絕的共犯 那這句話當然也相當具有指標性 就是他是現役軍人 然後他不要再做共犯 那也就是對目前的這個戰爭 他感到痛心嘛 事實上在美國反越戰的過程當中 也有用非常激烈行動來表達 這個對越戰的反對 這樣的一個個別人物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肯定就會被放大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黑命貴啊 你記不記得 然後就有一位那個非洲裔的美國人嘛 那被警察刑囚嘛對不對 對壓在他脖子上 導致窒息嘛 那我覺得這個一定會變成指標啦 一定接下來的遊行肯定有人會拿他自焚 剛剛你秀的那個照片 然後還有他所講的話 說我不要再當種族滅絕的共犯 來當作示威的一個象徵啊 那我估計會是全球性的啊 就在歐洲甚至在這個穆斯林社會 如果未來有這個胖裔以色列的攻擊行動 可能就會用這個人來當作一個象徵的符號 就說連美軍都看不下去了 那美國國內的反戰派更會如此啦 因為美國國內本來就各大城市都有反戰派啊 那以色列現在剛好處在 要不要進一步打拉法這個時間的關鍵點上啊 事實上拉塔尼亞胡已經表示了啊 就是在借月結束之後就是3月10號 如果巴勒斯坦如果哈馬斯啊 沒有釋放所有的人職 他就要進軍打拉法啊 目前這裡有點僵局喔 我跟你講因為埃及也前所未有的表態啊 因為埃及跟以色列在1975年有簽 有關這個西奈半島的和平協議啊 那埃及就撤軍離開西奈半島 西奈半島目前是所謂的非軍區啊啊 就是所有的就是我們叫no fly zone 所有的軍機都不能經過啊 那埃及已經表達了說以色列如果攻打拉法啊 那他就要撕毀1975年那個協議 也就是說埃及的軍隊要重新進駐西奈半島 那坦白說這個對以色列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衝擊喔 因為因為當年你要知道 主導整個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交戰的國家就是埃及啊 那埃及現在當然這個整個大勢已去啦 被打趴 對對對那因為那個沙達特被暗殺 那之前是納賽對不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納賽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會讓 因為埃及目前執政的政黨是 那個國家復興黨 那基本上他就是順利派裡面 比較敢於戰鬥的 以前那個伊拉克也是啊 伊拉克那個那個 撒丹夫森也是國家復興黨的啊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以色列真的這樣做 然後引發了埃及的駐軍 重新回到西內半島啊 那坦白說 以色列這個叫做短多長空啊 整個順利派 可能會得到更大的激勵啊 那今天美軍這個自焚事件 我認為會相當程度刺激到 這個阿拉伯半島上的穆斯林啊 主要連美軍都有這樣的這個劣勢啊 那何況是穆斯林啊 所以我認為 也會如果真的以色列打拉伯 那也會帶動激烈化 我甚至判斷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拉伯這個地方已經很麻煩 他本來人口只有四十萬 結果現在已經擠進去一百萬人 全跑那邊啊 對 那你擠進一百四十萬人 以色列如果打了你要叫他們跑去哪裡啊 我認為會死亡非常嚴重 那我認為可能會激出全球反恐的行動 全球恐怖主義的行動 就是這個就很麻煩了啦 就是美國人在任何地方 甚至歐洲人可能會手當其衝啊 是一定 所以我認為歐洲恐怕 對這個事情 恐怕要必須要做出一定的反應啊 不然 事態會我認為會失控 會失控 好亮哥把這個自焚事件和現狀結合起來 覺得它是一個大變局的開始 同樣還有一條消息想讓亮哥幫我們分析一下 也帶給大家 因為中國一直承認的巴勒斯坦政府呢 就是我們說的比較溫和的法塔赫政府 但是我們來看到昨天一條消息 就是巴勒斯坦總理 就是所謂的法塔赫政府的這個總理 阿什提耶 是26號在約旦河西岸城市 拉姆安拉宣布說他要辭職 他的這個決定 他解釋說呢 是和加沙民眾遭受到的侵略 以及引發的政治安全和經濟問題 以及耶路撒冷和約旦和西岸的地區局 是升級有直接關係的 而結合剛剛亮哥講到的 美軍自焚的這個事件 我們結合起來來看哦 那您覺得現在法塔赫政府是不是感覺 事態已經發生到可能他們無法處理和無法想像的一個地步了 大決戰是不是真的會在摘月開始呢 還有一種說法是前段時間布林肯有要求巴勒斯坦政府改革 現在我們就看到了巴勒斯坦政府的這個總理辭職了 這個究竟還是不是美國要扶植一個親美的勢力起來 最後卻成了是美國的勝利呢 因為現在看起來以色列對現在的約旦和西岸的法塔赫 巴勒斯坦政府是不信任的啦 他認為加沙不能交給現在這個巴勒斯坦政府 他們認為他們押不住哈馬斯啊 而且哈馬斯也看不起這個政府 因為約旦和西岸這個政府 哈馬斯或者是比較激進的巴勒斯坦的運動者啊 把他認為他是一個妥協派啊 然後就跟以色列勾結啦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美國一直主張 以色列不能夠在加沙成立自己的政府吧 就是用軍管的方式成立以色列軍政府 這個美國是反對的啊 所以美國當然就要扶植一個 美國信得過的巴勒斯坦政府 來讓以色列得到信任 因為以色列一直指控 說這個巴勒斯坦政府法塔赫一直跟哈馬斯唱雙簧 那事實上哈馬斯是相當看不起這個巴勒斯坦政府 結果他被兩邊罵你知道嗎 是 這個哈馬斯認為他跟以色列勾結 那以色列認為他對哈馬斯軟弱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基於這樣的情況 所以美國要插手 可是美國基本上不會處理哈馬斯那一邊的意見 他是要處理以色列這邊的意見 所以可能就是要弄一個新的總理 然後願意對哈馬斯更強硬 可是這個註定會失敗啊 因為法塔赫政府 美國的想法就是說 以色列你就真的讓巴勒斯坦政府過來吧 成立加沙政府 那保證會比較強硬啊 可是我跟你講他再怎麼強硬 他恐怕都搞不過哈馬斯啊 因為當年他就是被趕出去的啊 對 他們說他是偉翁敬衛政府類似於那種 有這個味道啦 就是當年就是他被哈馬斯給鬥 然後鬥爭鬥選舉選輸了嘛 那後來還被趕出去啊 那他們哈馬斯就一直認為 他就是親美親以色列的政府嘛 那我覺得即使他政府改組 哈馬斯也不會信任啊 因為哈馬斯會認定他背後就是美國啊 所以美國大概是想要弄一個政府就說 這個是我美國人弄的 跟以色列沒有關係啊 大概大概有這個意思啦 可是這個沒有用 因為對巴勒斯坦人來講 很多人基本上就認定 以色列跟美國根本就是結合在一起的啦 嗯 所以由 不管是由美國或有以色列所支持的 法塔赫政府 我認為在加沙都很難治理啊 沒有市場 恐怕會有 我認為會有暗殺事件 就是你如果派官員到加沙地區啊 有可能會被暗殺啊 這個就好比那個俄羅斯嘛 俄羅斯在這個四個幫在成立政府啊 那有一些去這些政府上班的人就被暗殺 是 這跟當年的汪金貴一樣嘛 嗯 在汪偉政權上班很多人也被暗殺啊 就是 這是同樣的邏輯啦 就是這樣 好 我不認為這個 能夠真的解決加沙地區的治理問題啊 好 那亮哥我們剛剛是講到的是 就長遠的一個規劃和這個來看 那我們從戰場上目前的一個形勢來看 呃有提到了摘月會開始了 有人就說這個是不是美國下的一個跌中跌哦 因為摘月開始了 有一些很激進的一些呃 比如說信徒的話 他們是不吃飯的 就是可不可能會不吃飯 你想士兵如果不吃飯的話 像哈馬斯會不會影響到戰局的這樣的一個走向 然後再加上法塔赫政府換上一個可能親美 或者是更加強硬的人來 整個局勢或者是大便局正式開始呢 呃 在戒月 軍人不至於不吃啊 因為他 他現在基本上在打遊擊戰啦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影片啊 嗯 哈馬斯現在都是 少數幾個人為一組啦 大概 兩三個人三四個人這樣啊 然後就用近距離的 比如說類似刺身飛彈的東西 就直接打以色列的坦克車嘛 嗯 這個已經發生過上百起了啦 那目前他的打法就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能力做大部隊的作戰 嗯 所以這個在這樣的情況 短距離的 不管是短距離的突擊 然後突擊完之後要離開現場 啊 恐怕都需要相當的體力啦 是 所以我不認為 他們可能就是簡單的做災界吧 嗯 據我了解那個一般 穆斯林的信徒災界 有的時間非常長喔 有的長大一個月 嗯 對啊 所以 我認為不太可能軍隊也都這樣啦 因為基本上 他們做游擊對勢的打法 是需要相當的爆發式的體力啊 嗯 可是 我們目前就是這個僵局嘛 因為坦白說啦這個 拉塔尼亞胡也公布了他們的這個治理計畫嘛 對 那治理計畫 根本就是要讓以色列人進來建立新的屯肯區吧 是 那個完全違反國際法 也違反目前國際的主流民意嘛 說 支持兩國方案啊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逆著潮流在走啊 所以我認為 如果 拉塔尼亞胡硬幹喔 我認為接下來就是 有點就是這個戰爭要面對最 激烈的中章啦 這個中 這個拉法這個地方他如果真的進軍 我認為要嘛就是以色列 面臨空前障礙 因為整個恐怖行動在全世界爆開 嗯 讓以色列難以再繼續這樣下去 而不得不 就是這個等於就是 你把所有的力量都堵下去了嘛 嗯 那堵下去輸了就是輸了啊 你就必須要回到 跟國際力量妥協這個道路上了 嗯 嗯 我認為拉塔尼亞胡大概也發現 他不能再這樣撐下去了啦 所以就3月10號之後 就決定要堵了啦 就是這樣 嗯 美國可能也不會放任勢太 繼續這樣嚴重下去了 拜登還要選舉呢 嗯 嗯 好這個呃還是會持續的再關注一下 因為呃目前以色列拿出來的方案 說他給美國看了 美國覺得說是可以啊 這以色列方面的一個說法 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哈馬斯的一個點頭 呃究竟會不會是一個中章的開始 持續的觀察 當然我們進入到第二個板塊 來跟大家聊一聊 台灣呃這個呃呃快庭兩死案呢 現在大陸是不相信台灣方面的一個說詞 今天哦第九度的協商會開始 目前哦呃我在上節目之間有看了一些資料 和我而已網上的一些分析他們說台灣當局呢 是打算給點錢就算了 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這個情況我來給你 當然中國大陸當然就不會同意呢 是要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來看到福建海警就啟動了金門海域的巡查 持續的單出印的一手 這個圖我們來帶給大家哦 可以看到到福建海警船是和呃台灣的海巡開始同框了 中國大陸方面是海警二二零二二零三 一四六零八以及二一零三艦有進行巡航活動 台灣海巡是PP3577號艇 可以看到兩個是有一點不對等的對峙的一種感覺 呃有一個軍事博主就追尋了當時這個PP3577號艇的一個蹤跡哦 他說PP3577艇在航行期間呢 就在中國海警的前邊成一個什麼蛇行走位 後來呢還關閉了AIS系統 博主就懷疑說呢 完全是在躲避中國大陸海警的一個驅逐 之後呢他是折返了金門本島的方向 在原處做停留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動作呃想請教一下亮哥哦 從上週五開始東部戰區有放了一個回家的海報 我們可以把這個海報帶給大家看看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看了呃 比較特別的是當中首先了海警的元素 到剛剛提到的超過三艘呃超過四艘的這個大型的船艦指法 現在大陸是不是一步一步的要對金門宣誓管理權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治權和法權又是不可分割的 意思我們就可以變相的來說 是割掉了台灣一部分的法權對不對 而且環球時報還說台灣的執法活動 將更多的交由中國海警來管理 我們如何去理解其中的含義 你剛剛秀那個東部戰區那個圖 把兩岸所有的要素都畫上去了 嗯 你再把它秀出來 那個右下角是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嘛 是 然後 就是基本上他是介入的啦 那你可以看到右上角那邊那個是歼20啊 然後中間有一個軍艦 然後也有海警船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意味著軍方跟海警是 連動的啦是連動的啊 那他下面有寫嘛說要驅魔啊 就小手牽大手 然後驅逐惡魔 那個惡魔當然暗指的就是 美國跟台獨啦就是這樣啊 那目前是這樣啦 就是你剛剛再回到那個海警船那個畫面 好 那個二二開頭的就是兩千兩百五十噸啊 那兩千兩百噸級的 那台灣那個小小的海警海巡船是一百噸 所以等於是噸位是二十二倍 所以中國大陸是特別把這張照片登出來 就是說這個實力懸殊啊 不要逼我出手啊 有這個用意啦 因為我講個數字給你聽你就知道了 台灣海巡船有一百七十九艘 可是只有十一艘超過一千噸 只有十一艘 那中國大陸超過一千噸的 就有一百五十四艘 那台灣超過三千噸的 據我了解只有兩艘 不然就三艘啊 那中國大陸超過三千噸 有七十二艘 那中國大陸還有三千四千六千 到一萬兩千噸都有 所以這個坦白講如果真的發生對峙啊 那根本不成比例啊 那重點是大陸要採取怎樣的行動 現在不知道 因為目前就是看到海警編隊 我聽說是三艘海警一艘海間啊 就是有四艘船 然後進入金門的禁制水域啊 那可是就是進來然後就走掉這樣 那民進黨現在給我的感覺是用脫字絕啦 就說我願意付虎衛金啊 那至於這個道歉啊 那調查真相呢 這個全部交給司法處理啊 基本上就是說司法如果認定我有錯 我才道歉啊 所以現在就是用司法調查在拖時間 然後行政部門現在通通都停止發言 目前他的策略就是這樣 那司法調查你也知道需要一段時間嘛 所以如果大陸這個時間做動作 那台灣就可以做大外宣啊大內宣啊 說我們明明有在處理啊 他們就對我出手了你知道吧 那可是在人道主義撫慰的部分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啦 據我了解目前 金額應該是在750萬左右 我講的是台幣啊 台幣嗯 那至於雙方在你剛剛講的 我們用語叫做主權跟治權啊 治權就是執法線的話定 你有沒有這個管轄權啊 那今夏海域啊 中華大陸本來就認為沒有管治線吧 所以是自由來去的啊 那可是 坦白講啦大陸 長年都尊重台灣這邊的管治線 所以雙方有默契啦 事實上從1998到現在 台灣也執法很久了 嗯 那如果不是這次鬧出人命啊 坦白講就是大家相安無事啊 那1998到現在都已經26年了 26年了 所以 所以 可是這次鬧出人命 那大陸看到民進黨政府毫無誠意嘛 所以是有點動怒 所以就認為說 那根本本來就沒有這條線啊 我過去是尊重你啊 那你現在把事情搞成這樣 還不願意面對 中華大陸擺在最前面的就是真相調查嘛 那他目前認為根本沒有真相 而且還說謊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要寄望司法調查 能夠調查出一個公平的結果 我覺得大陸也不樂觀啊 所以你看那個大陸派來金門的人員 就提出兩個條件嘛 說不然你把那個漁船啊 還有那個遺體交給我們 我們到大陸來做化驗 那台灣司法單位就拒絕了 拒絕 那何可人折衷的辦法是 可不可以允許大陸的專家 一起來做化驗嘛 以遭公信嘛 就是說一起驗屍啊 一起驗船啊 可是我估計民進黨政府不會同意啊 因為他會說是單方執法權 怎麼可以讓你參與 所以現在就卡住了 那民進黨的算盤就是 我拖著嘛 然後讓這個司法調查 拖久一點 然後看拖久一點會不會降溫啊 那如果在這個降溫司法調查期間 大陸那邊做出了動作 那民進黨就會做大內宣跟大外宣說 他們不讓我做司法調查啊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夏立元就立刻被扣上帽子 國民黨立委也被扣上帽子 這民進黨就是這樣在玩啊 就是他根本上就是要在政治上 他要在政治上得分啊 就是這樣啊 那這個當然有一個前提啦 就是他並不認為大陸真的會做很大的動作 哈哈 究竟會不會呢 亮哥我給你看一張圖好不好 網友看不下去了 就去翻了一下福建的一些縣政府 之前關於漁民的一些要求 一翻不知道 翻了之後 氣死了 你知道這個是中國大陸自己的縣政府 他怎麼發的 他說我省發起多期涉及我省漁船 在敏感海域被台灣扣抓的事件 中央多次要求堅決制止非法越界捕撈 還提到了要引發的是一起涉外事件 現在我進去這個政府網站 這篇文章這個報告已經是被拿下來了 您想以前多中國大陸都是按著自家孩子的屁股 在打呀 直接就提到這是涉外事件 這是敏感海域 基本上是尊重台灣的執法啦 就是這樣 對 那原先中國大陸民進黨還會覺得 還會繼續這樣發宣傳文件 打自己家孩子的屁股嗎 民進黨現在就 民進黨現在就是他不願意認錯 比如說你我隨便講一個啦 就大陸認為台灣海巡執法過當 對不對 那陸委會就說 你說我執法過當 那表示你尊重我的法是不是 那你先承認你非法越界 你懂我意思 那民進黨就有點在玩這個 文字遊戲 邏輯上的遊戲啦 所以你既然說我非執法過當 那你要不要先承認你非法越界 就民進黨就是希望 借這個事件來讓 治權或管轄權的問題浮上水面 比如說 你看那個泉州台辦的副主任 來台灣不是帶走兩個生還者嗎 然後我們這邊不就要他簽署那個 前法文件 然後他拒簽對不對 他也很敏感啊 你看就看到民進黨政府的目的吧 就他希望能夠落實你承認 這邊是我的治權嗎 我的管制線嗎 他認為如果沒有達成這個目的 那我就只能給補恤金啊 我不能夠給賠償金啊 因為賠償金 這個一定是在司法上有錯 所以必須坦誠過失 然後才給予賠償嘛 所以你看管璧林啊 那個海洋委員會的主委啊 管璧林不是說他去申報了保險嗎對不對 然後他說因為多次碰撞嘛 他申請的保險叫做第三責任險 第三責任險的意思就是沒有人有過失耶 所以三妹你知道吧 都在玩這些 這就是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就是我沒有過失 那除非你願意承認你非法越界 那我就把司法程序走完 那執法過當 如果成立 那我就願意道歉賠償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不願意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願意啦 那我就堅持用我的人道主義的輔恤賠償 這個不叫賠償啦 這個叫撫慰金 然後 法律上我就不會認錯道歉 就是這樣 那這就有點卡住了嘛 那就取決於 那你看他還做了一個很賊的動作啊 他提前讓兩個生還者離開 離開 我跟你講三妹這個是很深的政治考慮啊 因為如果按照台灣的法律啊 你既然非法越界 而且到了扣船的地步 那這兩個生還者應該要留置才對啊 你為什麼不留置呢 因為他們兩個人就會構成一個政治目標 大陸的海警船有可能就進入台灣的禁制水域 要求交人嘛 所以他想到了這個這個點 所以就把生還者給放走了 所以就讓海警船也沒有東西可以要了 你知道嗎 嗯 就變這樣 對 所以你看 所以就只現在施法的判決 對 先就拖唄 剛剛謝謝我們網友幫我們的update更新一下 Liha說第九次談又談崩了 還有剛剛Angela跟大家說了 剛剛那個文件是2023年1月份發的 就是去年1月份發的 去年1月份都還在克制 你知道吧 好 剛剛提到的這個海警未來會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不得不提到的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黃岩島了 今天又有了新的事件的發生 在之前有透過這個衛星圖像啊 大家就發現說 哎 中國海警在這個黃岩島泄湖入口 安放了一道新的浮動屏障 呃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知道黃岩島是中國海警船和菲律賓船 頻繁發生對峙的地方 好 我們再把第二張圖帶給大家好 這兩個圖很妙 是發生在2024年2月22號 也就是設置這個屏障的當下 大家看到沒有 下面這張圖 菲律賓聚集了非常多的漁船 想要衝進去 同時遠處的菲律賓有一艘艦艇上面大的一個軍艦上面 長槍短炮就被人照下來了 又是一個拍攝手法 就在同一天兩個鏡頭帶給你兩個不同的畫面衝擊 呃中國現在是對於仁愛礁附近的海域控制 不斷再加強了 菲律賓只好是把精力用在了黃岩島上 想請教一下亮哥也跟大家說一下 呃黃岩島的那個蟹湖 它是一個C字型的 所以說他中國設這個浮標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把入口給你攔住了 就把這個整個黃岩島給封住了 菲律賓他們說策略呢是想要漁船去衝這個 把這個蟹湖這樣衝開了之後 然後讓他的軍艦這樣子進去 所以說中國呢不得已才設的這樣一個浮帐 我想請教亮哥我們如何來看 中國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 進一步的開始動作了嗎 未來海警船或者海警配合軍艦 會繼續如何的應對菲律賓這種 呃漁船沖灘加上軍艦 呃船艦護航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是要做漁波蕩漾 就是基本上美飛的 像中國南海的一個攻勢 這個算漁波了啦 意思就是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就是 因為他的軍方還沒有體察到美國的指示啊 可是美國的五艘航母已經走了四艘啦 那菲律賓這個叫末端神經嘛 他的反應比較慢嘛 所以這個叫漁波啦 這不會有任何作用啦 因為菲律賓的海軍太弱了啦 所以中國大陸只是要做一個 維 這個叫做什麼 維 這也不叫維式啦 就是他就弄一個維題吧 然後讓你進不去 就這樣而已啊 他之後就把他拆了 就說你們來之前呢 我把他給安上 你們走之後 你們走之後呢 我把他給拆了 也不是常常放在那裡 那上次就這樣啊 嗯 去年就發生過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菲律賓從仁愛礁自討梅去離開 然後就轉向到黃岩島 那這個叫收尾動作啦 可是他的收尾動作做太慢了 美軍都已經走了 末梢神經 所以這個叫余波蕩漾 就這樣 嗯 他並不是一個上升的衝突啦 而是在前面那一大波的衝突之後的余波啦 大概是這樣 不需要太去關注 我沒有把他看得太嚴重啦 我認為去年仁愛礁那一波才是完真的啦 嗯 那這種大外宣 你用你的軍方來拍照 或者外國記者來拍照 這個去年都玩過啦 這個也沒有什麼新聞啊 就是說對西方記者來講 這個已經 新鮮了 小打小鬧 對啊 所以他們對這個照片有沒有興趣 我嚴重懷疑啦 因為西方的記者也是很現實的啦 見過大場面的 對 那這個小場面算什麼 嗯 仁愛礁那個才是大場面啊 對不對 集結了200艘船欸 對不對 那這種場面都見過了 我還會看得上你這種小場面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收尾余波的動作啦 呃 因為剛剛我們講中國海景嘛 畢竟要講到的就是順帶講一下 中國的海景的力量 或者是中國海洋的力量 現在開始逐漸的走出來了 在南太尤其南太這個地方 美國很敏感 激勵巴斯哦 說這個南太的效果 說之前呢跟大家講一個報告 這個是美國新聞週刊獲取的一份最新報告 是由呃洛伊研究學院2024年全球外交指數 然後由這個來做的是在上週公布了 他這個指數是怎麼做的呢 是根據66個國家和地區在全球擁有外交機構數量來進行排名 中國是以274個外交機構居第一名 美國呢是以271緊隨其後 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外交戰是贏過了美國 呃跟大家說說一個結果 發現北京是在非洲東亞太平洋島國和中亞都是領先的 華盛頓呢是在歐洲北美中美南亞是有優勢的 哎剛剛提到了中北京在太平洋島國有優勢 就要順帶講講基里巴斯這個地方了 隨著近年中國是和南太平洋島國開展警務方面的一些合作啊 還幫這個基里巴斯修機場 啊英美顯著是不要太緊張哦 所以美國今天開始宣傳了我美國的海岸警衛隊和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 二月的時候呢是在這個專屬經濟海域攔截了中方的兩艘漁船 我們登上了中國的漁船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船上有任何的問題 結合剛剛三妹講到的這個外交指數報告 中國超越美國我們來分析一下 請兩個幫我們分析一下 在南太平洋甚至在其他地方 中國現在的一個影響力 你剛剛講的那個274是指外交據點啊 就是說他有office啊 他有辦公室 所以他用的詞叫post 他有一個站 那可是分析外交的力量不能只看你有沒有設站啊 因為中國大陸在南太平洋在非洲 設的站當然遠遠高於美國啊 這還用說嗎對不對 問題是中國是不結盟國家 美國結盟的國家有四十幾個國家 有的人甚至說是五十幾個國家 那中國因為不結盟嘛 所以可是美國是結盟的 美國大概因為冷戰體制造成的 所以美國結盟的國家我印象中是五十四個吧 那他可以比如說一下就可以動員很多國家 比如說北約 北約現在已經有三十三個國家 所以美國對歐洲的掌握就透過北約 就牢牢抓著啊 那他也有個別的共同防禦條約啊 比如說對日本對韓國對菲律賓啊 所以我認為在軍事政治上的外交力量 美國還是大於中國啦 可是中國現在是在開展一種由下而上的外交啊 就是他隨著用他的經貿 比如說中國大陸跟一百四十一個國家是最大貿易夥伴 那因為中國的體制比較特殊嘛 他的外交政策背後會帶著國營企業還有國家的資金 他的銀行也都是國家的嘛 所以他要在各地蓋基建或擴大貿易 要比美國要容易很多啦 所以長期看這個早晚會反映為政治跟軍事影響力 可是你如果就現在這個時間點看 我認為美國那個結盟的力量還是很大 可是長期來看 中國大陸一定會在很多地方 經由經貿跟基礎建設在各地開發結果 那匯聚的能量會越來越大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南太平洋這個地方吉里巴斯 本來就是非常敏感的地方啊 因為南太平洋最邊邊的島就是吉里巴斯 吉里巴斯再往上就是夏威夷啊 他距離夏威夷大概只有2000公里不到 所以美國當然會緊張啊 而且他們一直認為中國要在吉里巴斯蓋一個基地 我跟你講類似的衝突以後還會非常的多啦 因為中國大陸有商船嘛 那商船就要有護航艦嘛 這個是必然的趨勢啦 美國當年也是這樣的啊 嗯 美國為什麼會變成海權國家 因為他要保護他的商船啊 貿易 那你有商船有有護衛艦 你自然而然就要有各地的補給站啊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啊 所以中國大陸未來會在越來越多地方 成立新碼頭補給站啊 那可是呢 因為軍艦也要停泊啊 要加油啊 你不能夠說軍艦都是核子動力啊對不對 所以既然要加油呢 他就會慢慢的也具有一點軍事的性質 比如說你要蓋油庫嘛 那油庫有可能被攻擊啊 那你要蓋 你要蓋一些補給的措施啊 那有可能被攻擊啊 所以你就會開始做一定程度的駐軍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我去看美國的整個太平洋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了 他就是想從這個 先把加勒比海給打下來吧 打下古巴 那接下來就打菲律賓 然後打菲律賓打跟古巴打完之後 他就開始在 整個整個西太平洋做跳島的戰術 嗯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島嶼都占領啊 可是他就把重要的島嶼慢慢一個一個吃掉這樣 那到了最高峰就是跟日本的二次大戰 對 因為東太平洋到南太平洋 本來的島嶼幾乎都是日本的 那經過二次大戰 美國把這些島嶼全部吃掉啊 知道關島本來也是日本啊 那 反正就是二次大戰嘛 日本人等於是把他的海外屬地一次丟光 嗯 那全部都被美國接收 就是這樣 所以他才變成太平洋的海權的霸主嘛 那現在中國大陸 你沒有辦法暴力那麼大 所以你會上船之後就是護衛艦 那接下來就是各地的補給站 這個幾乎是歷史必然啊 這個沒有第二條路啦 沒有第二條路 嗯 所以中美在太平洋衝突是必然的 跟印度在印度洋衝突也是必然的 就是這樣 嗯 美國發現中國怎麼複製粘貼了那一套也在跳島 所以現在很緊張啊哪能擬超過 但以亮哥的角度來講呢 就是說美國現在的結盟霸權 它還是影響力是超過中國的 但中國是在打一種很特別的戰術 先從據點開始 喔外交據點開始 然後政治和軍事是緊隨其後的 才能看到出中國一個長遠的影響力 現在還只是開頭 啊中國是結合經濟力量 所以紮的根比較深啊 我舉例啊比如說非洲 你知道非洲有多少中國人嗎 多少 兩百萬人 非洲都還沒多 美國怎麼可能有這樣的移民 不可能啊 所以中國的紮根是比較深的 就是它有國營事業 有民營事業 有個體戶 然後在非洲各地串門子啊 那逐漸的它又會在這裡有一些 外交據點 那可能以後也會有軍事基地啊 所以它所結合的力量就會比較複雜啦 那美國沒有辦法這樣啦 因為美國人不可能去住第三世界啊 很少啊 不太可能啊 對啊 好 我先唸一下大家都那 再進入王文濤跟戴琪的話題 WG要謝謝你的支持 他教授好 拜登今天外出吃冰淇淋 接受簡短採訪稱 下周可能加沙停火 個人感覺呢台海這邊會發生比較大的事件 造成一定實質行政權更改 然後烏冬四周完成基本佔領俄烏停火 這麼快就解決嗎 沒有啦 最後的結論會是這樣啦 可是 道路總是曲折的 你知道嗎 亮哥怎麼越來越 你說馬克龍又在吹牛啦 馬克龍啊 馬克龍昨天又在吹牛啦 他召集了歐洲的領袖開會啊 然後說我們不排除對烏克蘭派出歐洲軍隊 這個誰會相信啊 就是總要經過一番吹牛的過程啊 你知道吧 然後才發現 哎呀你有未代啊 農民抗議我要增加補貼 我沒錢啊 對不起啊 就這樣 總要經過一番折騰啊 我跟你講啊 那 倒是金門金下海域這個部分 是比較早會看到一個結果啦 我很難想像 大陸就這樣 等台灣的司法判決啦 我認為不太可能 大陸一定會做動作的啦 那 比如說大陸的海警船 可能就帶大陸的漁民過來捕魚啦 嗯 實質性的概念 對 然後那個 民進黨的政府一定是假裝沒看到 就這樣 嗯 好 然後謝謝院民的支持 請教亮哥 結合對台工作會議的改動 您認為這樣扣著遺體拖著等風頭過去的盤算 反而是提油救火的可能性比較大嗎 坦白講扣著遺體 扣著漁船啊 這個我認為拖不了啊 拖不了兩個禮拜 才兩個禮拜 大陸不可能等你那麼久了 怎麼可能啊 欸遺體耶 人家家屬要見人啊 要見人也要見屍啊 這是基本人權吧 對不對 那他現在主要就是在等驗屍報告 那可是因為大陸堅持要參與屍檢嘛 所以現在驗屍工作停止 那我請問你 你司法單位可以容許遺體解剖 就在那邊耗著嗎 這說不通吧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早晚要解決這個問題啦 比如說他如果不願意讓大陸把這個遺體跟漁船帶回啊 他就要讓大陸參與這個屍檢跟那個船檢的工作 不然你實在是說不通啦 說不通啦 因為目前就是卡住了嘛 那我也不認為大陸 因為大陸我坦白講啊 這個時間這樣耗著 恐怕大陸又會有另外一波 輿情激憤又會再爆開 嗯 一定的 所以剛剛那位網友的意見我是同意的啦 就是說 不可能讓你拖那麼久啦 所以我在節目上我就說3月一定爆發了 不可能讓你搞到520啊怎麼可能啊 而且我覺得大陸在節制是因為大陸就要開兩會了你知道吧 3月4號下週 對 所以我我才會說大陸現在忍著事實上是因為要開兩會 因為如果現在比如說這個衝突開始展開 那兩會肯定有人會表達意見啦 那你就會更難收拾啊 因為我不相信人民大會代表不會有人發表意見 一定有人會表達意見 對台一定有啊 是啊 所以我才說大陸可能是想要撐到兩會結束啊 然後累積民意 累積民意兩會都開了嘛 內部事業處理差不多了 然後就開始 對而且 而且人大跟這個政協委員一定有人發表意見的啦 那所以在兩會結束之後 我認為可能就會做動作了 且等著吧 拖不是辦法了 不要一步錯步步錯真的是 謝謝易龍的支持 光看菲律賓對南海的野心就略知一二 還記得當年非國申請仲裁太平島儀式 極可知菲律賓是不安好心 另外環岩島爭議也許多年了 菲律賓若要草擬自家版本的南海行政準則 中方大概不惜野戰也要維護九段限制權 現在當務之急呢是 速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南海行為準則 以免戰爭 我認為中國大陸可能會透過東南亞國家去勸他吧 因為東東盟啊基本上是共識學啦 那如果人家南海的深所國 印尼啊越南啊馬來西亞都沒意見 那你因為菲律賓在吵什麼嘛 對不對 而且人家又沒有要限制你跟美軍演習對不對 又沒有說你要跟美國那個不能簽那個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中國不一定要自己出面啊 中國應該運用他的東南亞的影響力啊 讓其他南海的深所國去對菲律賓施壓啦 因為那些國家也希望能夠搞定啊 對 搞定才能繼續賺錢嘛 那就是啊 對好謝謝文森旺加入我們BNA TV的見面會 還有緊接著院民說請教亮哥 如果民進黨方面一不做二不休堵 大陸不敢強硬呢 司法解剖遺體公式報告並直接火化遺體呢 不會吧應該 這個遺體解剖大陸既然已經表達自己的意見喔 那你如果強行解剖就是違反協議喔 是 所以我認為不至於啦 如果真的這樣 那就是另外一波衝突的開始 就是大陸的代表一定會說你想要掩蓋事實嘛 然後解剖遺體不讓我在現場嘛 因為解剖遺體大家都知道是要幹嘛嘛 就是要看第一死因是什麼嘛 他有沒有被撞傷嘛 因為一個船長會在瞬間溺斃 實在難以想像 對 他是船長 在一兩分鐘之內就溺斃 那怎麼可能啊 要嘛他是不是被撞到頭啊 嗯 嗯 甚至有人更懷疑有槍傷嘛 嗯 到底有沒有人開槍嘛 那因為海巡船 也沒有對回來的船隻的槍械做檢查啊 也沒有一個槍支的檢驗報告啊 我跟你講現在沒有任何物證啊 問題在這兒嘛 嗯 就只有讓大陸的代表在金門去看那一艘船嘛 那你就看到那個漁船上面那個 有那個架子被撞歪了 是 所以肯定是有碰撞 那可是這樣還看不清楚啊 還要看船內啊 還要看船的周邊 大陸的專家大概看那個船看了三十分鐘啦 那做了一些丈量也拍了照 可是我跟你講啊 這船底碰撞分析 還有一些要做的啦 比如說 這個狀到底是多用力狀上 嗯 要去從那個撞橫來判斷那個力量有多大 那大概就可以去判斷說 是在一個高速行駛撞上呢 還是怎麼撞上 嗯 這個都有一定的科學啦 我覺得如果沒有一定的科學證據啊 就要這樣草草結案啊 那就興趣 我認為這個是沒有辦法這樣善聊 沒有辦法 嗯 好 支付寶朋友謝謝姨姨的支持 咱們有收到謝謝你 還有謝謝我們東莞市新美電子有限公司 給我們支付寶支持 咱們有收到謝謝你啊 好 我們繼續來跟大家來聊一下 應該是用公司號給我們支持的 謝謝你謝謝你啊 呃 我們來看看王文濤跟戴琪見面了 呃 是在阿布扎比出席世貿組織的時候呢 這個部長級會議期間 中美兩國的商務部長有了這樣的一次會面 但是兩人見面之前 美方是再下暫貼 美國對於中國實體實施新的貿易制裁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最近廣泛討論的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有發布 2023年中國旅行世貿組織承諾報告 否定中國旅行加入世貿組織方面的一些成績 指責中國經貿體制和政策對全球貿易帶來巨大挑戰 當然網上現在有流傳一份 2001年中國對外做出的45個承諾 呃紅色呃黃色標起來的呢 就是中國有旅行到的啊 下一張圖再帶給大家一下 呃呃白色的就是沒有旅行的 這個呂呂 Erde算了一下是剛好過半 差不多是501 1 所以想請教 一下亮哥如何去觀察 呃中美之間的這樣的一次互動 美發下的這一次贈帖 但是我們就說美國也先後推出了基礎設施策案 芯片法案 通脹削減法案 美國也在筑起自己的一個貿易避壘呢 那美国现在发这份报告 您觉得是在和中国打嘴仗吗 还是直接给中国定调了 是以新一轮脱钩的一个前兆 我觉得 美国到现在才拿出2001这个表 表示他贸易战打得乱无章法 如果从头开始就是针对这个2001的表 然后美国还没有那么多的保护主义的措施 坦白讲美国还有一点正当性 可是你不是啊 你是直接给人家加税啊 现在3500亿你直接加到19.3啊 然后你自己也搞了一大堆保护主义的措施啊 然后你现在才突然之间 把2001的东西拿出来 你说你没有做啊 这已经有点乱七八糟了啦 因为中国大陆坦白讲你说2001这个啊 事实上他有一些也陆续在做啊 那个中欧投资协定是没过啊 不然有一些项目可能也开了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戴琪 现在才拿出这张表 表示他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府官员 就是你已经上任多久了 你2020年你就上任了 现在都已经到最后一年了 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呢 这个该打屁股啊 那我认为这个承诺表啊 坦白说啦 中国大陆也可以去做一个研究了 就是去看各国的承诺表旅行的比率是多少 没错 对不对 我才不相信越南啊 这种国家有旅行的百分之多少 事实上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有做不到的地方啊 因为这个贸易开放有时候是牵涉到 你对国内的产业的一个评估嘛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有时间表 就是认为你这个产业 你估计比如说要10年要20年才能够长大吧 那结果呢 长大的幅度不如预期啊 产业的长大哪里是你能控制的啊 对不对 那我的产业长大不如预期 我还是照我的承诺如期开放啊 那这国家不是早死吗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国家也都有不如预期的部分啊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商务部应该要去做这种研究啊 这个不难啊 不难啊 你中国大陆的国力研究人员那么多 这个没有问题啦 可是我认为美国现在重敌2001年这个开放承诺 已经没有正当性了 因为美国正在走回头路啊 是的 而且他已经变成全世界反自由贸易的最大的代表啊 所以提出这种诉求我认为很难有说服力啦 那你说戴琪提这个是要干嘛 因为他已经被共和党跟民主党公认是美国政府官里面最没有能力的人啊 所以他在制造话题以便争取版面啊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他有在做事啊 就是这样啊 是 坦白讲他也拿不出措施了啦 因为你也民主党也不敢加税啊 加税损害到的选民就是民主党的选民啊 所以民主党不敢加税啦 他19.3不敢加了啦 他甚至有一些企业还让他陆续豁免啊 是 所以坦白讲只有特朗普敢加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不是共和党的选民嘛 嗯 可是我也不认为特朗普能走多远啊 因为特朗普就是个吹牛王嘛 他都喜欢先讲 大话 这个超级超级极限的数字 他这次说他一当选要增到60%嘛 那上一届2016年他说他要增到45% 结果他卸任的时候平均税率19.3% 所以我估计特朗普如果当选啊 平均税率有可能提到25% 最多了最多25% 按照把你推到悬崖跟你谈判的这个策略来讲 刚刚这个亮哥说真的没有办法了 因为那个报告是戴琪办公司发的 我跟大家讲今天驻华大使伯恩斯 完全说了跟戴琪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驻华大使说 他说我们不想生活在中国人主导的世界 但是 中美不能离婚啊 必须要共存 这关乎75万美国家庭吃饭的问题 你就会发现戴琪好像跟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的国务院完全是不同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且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哦 就是正式的宣布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网站 拔除了李尚福中共中央军委的位置 所以亮哥帮我们做一下简短的结尾 我们带给大家分 那表示即将定罪 这个消息非常明确 表示他有涉案 而且调查报告快要出来了啦 因为一定是最高首长确定那下面的细节应该证据早就建立了 所以表示这个案子快要结束了啦 好 这个有时间再来跟大家聊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您自己的一些看法 今天感谢亮哥辛苦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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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支持哦 如果是大家在电视机前以及收音机前收听收看的朋友们呢 欢迎大家在这个YouTube上面搜索BNE TV 然后关注我们看节目的时候呢 记得按赞订阅 然后分享出去开启小铃汤 如果大家尚有余力的话呢 跟我们今天新加入我们见面会的Vincent一样 一个月一小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赞助我们 明天同一时间哦 也就是两岸时间的12点30 以及新西兰时间的下午5点30 欢迎大家在YouTube BNE TV呢 锁定三元小课堂 依然会是由三妹和我们的蔡正元博士 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 明天跟大家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 喝一口水 但因为说亮哥别忘了去吃午饭啊 为什么会提醒亮哥吃午饭 亮哥有一个变美神器 大家明天去锁定亮妹悄悄话啊 看看亮哥的变美神器是什么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谢谢 哎呦小二妹来了 小二妹今天也巨忙 Cinning不用谢 谢谢你辛苦了 今天辛苦了 看三妹的穿着 纽西兰快秋天了 观察细致入微 给你点个赞 这啥呀 新西兰说 新西兰说 秦刚什么情况 看洛杉矶富小田的住处 牛啊 柯比的小区 有人说那是他 等一下 等一下我这个 有人说那是他租的 不是他自己买的 有人说他是租的豪宅 岳明说 今天1450超级多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 我没有理他们岳明 不理那些拿着钱 整天在那敲键盘的 啊 芸汐谢谢你 干杯 哦对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说 这是一个绿幕 我们后面是一个绿瓶 它是抠紧的虚拟 你背景 所以 他扣不到我的时候呢 大家发现我的手就出来了 从袈裟这个地方拿了 拿了瓶水出来 明毅说二妹辛苦了 对 哦 然后 嗯 安德烈的说啊 以我们亲爱的安德烈的跟大家做一个呃 宣宣告或者是回复 我说个事儿啊 聊天事儿 聊天市经常会讨论一些三妹个人的事情 三妹就开开心心 主持自己的节目 什么都不用在在意 太过分的 有地狱的或性别歧视的 我们就知道通知管理员禁掉了 从我看三妹节目开始 这事儿听了没有100次有几十次了 好像故意利用这些事情啊来捣乱的 如果是其他友台或1450捣乱 拜托我们这些人又不是诸葛票 就别浪费那个预算了 呃 祝台湾的媒体习惯上将媒体同行称为友台 限多用于称呼与自己立场不同的媒体 OK 对了 因为就像上一周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生气的原因就是 呃 那个人说什么 三妹也学人家台八字叫斗内 我就会觉得这种 大家都是自家人 带有地域歧视性的这种东西 大可不必 好不好 Danyway说 Angela就是三妹的嘴替行 她替我说完了之后 也省得我回复了啊 以后 呃 以后回复模板 就参照Angela刚才的回复 二妹说 就是干别的事儿呢 总想着快快回来和大家聊天 那我要把这个截图给老板看了 嗯 蔡博士恨铁不成钢 明天又会看到蔡博士恨铁不成钢的 谢谢我们亲爱的蒙古送了10个BNETV会员的资格 谢谢亲爱的蒙古 当你相信时说地域歧视也是台湾先搞的 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不对的东西 不正确的东西 所以说我不会去说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制止 我不想变成和 就我不想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呃 WG又说三妹好 戴琪带着表格见部长 贸易上多要一点利益 台湾的行政权变化是每一代 王毅得到的肯定会在俄乌停火之前达到 不怕有人反悔 望520前解决问题哈 这个WG最后那句哈的那个语气词 特别像 就是四川朋友我们打字会打 吃饭哈 走路哈 就是很亲切 呃 众口利黄金的事不感兴趣有没的 哦 呃 Angela的说我看看啊 怎么啦今天怎么啦 她说我一直对这些众口利黄金的事不感兴趣 只是最近总说这些有的没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特别开心 这种感觉就像听民进党人高喊 静置 静置水域 听国民党人喊中华民国一样搞笑 没有实力 没有内涵 现在连政权都没有了 只能拿所谓的名分来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 无问西东方德始终 爱了就是爱了 与其他事情都毫无关系 哎 哎 啊 好了 Angela的我已经看到了 别花钱了 老花钱 这个 弹窗 尿小 腰风大 池浅王八多 对 我常常说新西兰这个地方呢 就水浅王八多 就是搏击大个天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牛了 嗯 因为我在就是四川电视台也待过 在呃 成都电视台也待过 你想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就很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放到全中国看就至于是一个省一个市很小的一个地方 人才辈出 来连我们那个学校 一个波音主持的院校 全是就是一放眼望去一米七以上的美女 长得漂亮的口条顺的都很多 但是一出来之后呢发现 哇那些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就总觉得自己可牛 牛鼻哄哄的了 我就想说可能见的世面太少了 咱们也就是下虫不可与兵 井蛙不可与海吧 他没有见过你的世界 你也不能老强压着他 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对吧 嗯 哎呦 安德里的你发这些话呢 那总让我觉得你是不是在什么 那个chattergbt上面生成的一段话 好我一会看啊我一会看 上时候感觉三倍情绪有起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事 所以今天一次性说清楚 无论以后谁说什么 就是这态度 漂亮就喜欢你这态度 哦重口朔惊是吧 我就 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闪烁的说 不是闪烁的说吧 说火字旁 金字旁是吧 那金字旁 好谢谢大家的纠正 谢谢 三妹我前面有解释 为什么亮哥要去吃饭 我没看到 呃 军江说国内超级留言叫 SC是什么 YouTube叫donate 都是一回事儿 打赏吧 是打赏吧 打赏吧 嗯 要去城华大道 好 问一下三妹 赵家富茂的老公是投资了IDG的资本吧 传她连着 连着IDG 溺水前两天IDG被制裁 我今天上节目有看这条新闻 但是我想说明天要不然找个空跟蔡博士聊聊 三妹今儿特别俊俏 俊俏是啥意思 俊俏 嗯 哦 Superchat 哦 就是你们点开这个嘛 超级贴纸嘛 超级留言嘛 哦 Andrea别 别生气啦 这是 这咱们就是说 跟网友的日常互动聊天 也是我工作之一 好 今天大家好不好 麻烦大家离开的时候呢 帮我按赞 然后帮我点订阅 如果还没有的话 对我点开 我不知道我这个版本是什么 我点开就是超级贴纸和超级留言 然后呃 英文会是逗内吗 就是 就是 反正这台湾朋友就说逗内啊什么的就习惯了 打赏好听 打赏好听 抖内是媚外的说辞 行吧 这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 不强求 呃 大家开心 听个开心 听不开心的话呢 也没关系 这个选那YouTube上面那么多频道 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频道 喜欢的主播去支持他们 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理性讨论一些事情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不见不散好不好 拜拜 好的 你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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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